一早的三重 不少店家大门紧病 包含勒令亭业的八大场所 部分的当铺 不动产等等都关门 新北市长侯友宜要稳定疫情 在三号呼吁 接下来两周非民生物资 必须店家暂停营业 经发局进一步说明 希望暂停营业的店家 包含珠宝首饰 精品服饰 古董艺品 命理咨询 以及休闲消费营业场所 隔天新北市状况 有古董店和少数当铺 仍然有营业 而在市场入口 也有警方加强控管人流 眼看距离六月十四号 三级警戒只剩十一天 有可能解除降回二级吗 专家认为至少一周内 病例有快速下降 而且稳定才有机会 但全台确诊数每天数百人 没降温中南部疫情也升温了 不少县市首长包含侯友宜 卢秀燕林又昌 都喊出回家戴口罩的政策 引起反弹 招批恐怕影响生活品质 但不是没原因 最难去处理的就是家户传染 台湾要去解决这个家户之间的一个传染 首先就是广筛的部分要做到更彻底 如果我们三级没有办法严格执行 然后疫苗又打得慢的话呢 我们顺便就被迫要到自己去 家户感染状况严重 再加上热点实在太多 不少隐藏病例仍然在社区游荡 是否该进行普筛 普筛要成功要建立在有足够的一个普筛能量 台湾目前其实普筛能量不足 也有医师表示疫苗战设立比快筛战还重要 毕竟扩大快筛目标只是监测疫情 知道哪边有危险因子 要完全控制住恐怕只是其中一步